这款喷洒后并非完全没有粘膜感,但是确实符合商品所主打的粘力感不明显,拨起来有点像是保湿厚,肌肤滑润的感觉。 喷射力道虽然没有特别强,但是按压一次的喷雾量却颇高。 扩展的效果非常好,而且喷雾本身没有太过明显的气味,用在脸上的舒适度胜过添加香氛的商品。 在保有耐摩擦、耐水效果的同时,又能以肥皂轻松洗净,再加上价格相当亲民,很适合不想额外花钱购买卸妆用品,希望压低开销的读者们。 虽然喷雾的气流非常强劲,但是喷上皮肤后的肤处感却意外地温和、舒适,因此让此款获得颇高的分数。 加上其喷雾的颗粒细致且扩散力强,因此能确实地覆盖并帮助每一寸肌肤防御子外线。 当喷雾附着上肌肤后会形成持久耐磨的薄膜,但又不会有讨厌的紧绷感。 最棒的是这款喷雾还能直接喷在彩妆上,并且能发挥定妆的效果,武装时只需轻轻喷几下便能完成防晒和定妆,尤其适合夏季出油时使用。 这款喷雾不但颗粒非常细致轻盈,其充足的气流力道,以及喷出量,让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均匀地涂布大面积。 也因为气流偏强,喷洒时也有帮助身体降温的作用,再搭配清新好闻的柑橘香气,让它非常适合于炎热的夏天使用。 虽然刚喷洒后会有些许粘腻湿润感,但只要在喷洒后马上用手掌推开,粘腻的感觉,很快就会消失,整体使用感受,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喷雾呈现些许的白皙色,虽叫色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,不过综合各项性能来看,作为防晒用途可说是无可挑剔。 不仅能耐受水分与皮质,其喷雾颗粒的集中,也非常高,且可从纸张测验中观察到,此款喷雾的痕迹形成一个非常饱满的圆,不需要另外涂抹就能有不错的防晒效果。 而且喷雾的强度适中,直接喷于脸部也不会太过刺激眼鼻口。 虽然刚喷完的时候有点黏黏的,但只要用手稍微抹开之后便能马上恢复清爽的腹处感,无需等待干燥的配方,即便在忙碌的早晨也相当便利呢。 NAPLA原本就是以头发保养建长的品牌,而这款专为头发设计的防晒喷雾,也充分展现该公司的香氛专长,具有媲美高级香水的淡雅芬芳。 而且喷雾的质地非常轻盈,能像天然的雾气一样轻轻地包覆秀发,不粘,不腻且不会弄乱发型,而受到了评比原一致的好评。 不仅如此,除了基本的防晒功能,它也具备相当不错的防水,抗摩擦能力,而且喷雾颜色接近透明,不显摆,直接用在肌肤上也没问题。 再加上恰到好处的容器尺寸,想必能成为各种需求使用者的外出必备品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